好了 那么从这个视频开始呢 我们就来研究一下Carkito这个插件 我们知道Carkito它是一款海量的体积粒子渲染器 现在最新的版本是1.6版 它的开发公司为Prime Focus 那么2010年底呢 官方宣布的最新一个消息 就是Carkito它的直属开发公司 已经从Premiere Focus变成了这个Sinkbox 这样的话它就有了专属的开发地点和开发人群 能够保证这个插件持续的在开发 那我们说Carkito这个插件呢 它是用来被设计增强MAX中海量粒子渲染特效的 那么可以使用强大的差值引擎 来使超多的粒子渲染变成可能 而且速度很快 最早这个影片是用在超人归来这个片子里面的 在这个片子里面 这个Carkito呢 创造了很多项记录 你比如说 它有很多的单真镜头 它的粒子数竟然达到了惊人的十亿个粒子左右 这个无疑是让其他的这个影片望尘莫及的 望尘莫及的 那么呢 我们说Carkito这个插件呢 它除了这个本身开发公司开发了Carkito以外 它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些附属插件 比如说Flood Deadline 这种渲染农场 包括那个做洪水的 都是比较不错的 还有它的Crystal Management System 也就是它的水晶生长系统都有 那么在超人归来里这些片 这些这个插件呢 都有用场 比如说超人归来有个镜头 就是从海底下 一直长出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晶 都是用这个插件来做的 那么Carkito除了对 这个Max现在支持以外 它马上下面的版本会对Carkito 会对这个Soft Image里面那个SSI中的 ICE系统也进行支持 那我们觉得这个软件插件还是有非常大的这个 使用前景的 那我们说Carkito现在呢 只是对Max一用 它除了对Max的Particle Flow支持的非常好以外 对Max的其他粒子插件 比如Thinking Particle啊 包括其他的一些外围的软件 比如说RealFlow 还有Max中的流体插件FilmFX 它支持的都非常的好 我们来看一下Carkito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显著的这个优势 我说Carkito啊 它不需要把几合体的外形直接给每个粒子 这样的话渲染速度太慢了 它只是呢 将每个粒子存储为最小的一个点像素 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实现大量的粒子的这种渲染效果了 否则的话 炫不动 那么Carkito呢 它还可以快速的计算出这种粒子的体积阴影 并且支持遮罩对对象的投影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粒子实现非常多的这种 特效了 嗯 我们说这个 如果我们用天光来对粒子进行渲染的话 那么也可以实现体积效果 但那样的话 你的粒子必须有外形 速度特别的慢 而呢 用这个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而且呢 由于这个Carkito它继承了粒子系统PF本身的优点 所以我们切换到这个粒子模式下的时候 Carkito呢 它也可以选出很多 其实大家看这个烟雾的细节是非常的多 配合PF简直是不二的选择 那么从这个1.5半开始 Carkito它可以在渲染过程中把粒子表现成一个体积源的网格 就像这种 那么少量粒子高密度是完全可以很轻松的实现的 并且呢 它的这个摄像机可以直接穿过粒子 形成很浓的这种体积感 这个是其他的一些粒子插件很难达到的效果 那么在这个1.5版本以后啊 Carkito还提供了很强大的材质节点编辑功能 那么就像Max原来的这个NodeGio一样 它的很多编辑都是通过节点来完成的 那么Carkito继承了它的这个优势 也可以通过这种大量的节点来实现粒子的明暗效果 包括粒子的后期处理等等工作流程 通过它还可以进行访问粒子所有的数据通道 使粒子的实时编辑和高效的编辑变成了可能 那么说除了对Max这个支持的非常好以外呢 这个Carkito稳定性还是非常强的 我们在使用Carkito来制作的时候呢 可以很轻松的在Max中CtrlZ啊 包括实时的撤销下一步 那么包括对所有东西的这个 呃 实时的更新吧 所以我们说这个Carkito它的稳定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兼容性也很好 那么从这个案例开始 我们就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Carkito 在Max中的一些使用的基础知识 还有一些工作的流程 我们就开始在整排而行的 但是我们就顺利地取得平均的 感觉就在少数一里 这里可以做一个 我们就是用这个室的有需要的